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人年纪相仿 同时两人性格又比较相似 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 到了80年代 由于当时的胡须勇 正值与香港的另一大帮派 新一安争夺地盘 满身报复觉得无处可失的蔡子民 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了 荷兰这么个地方 香港人嘴中的黑社会的天堂 在和胡须勇彻夜聊过之后 于是便在1981年 只身前往荷兰实现报复 很快 荷兰唐人街迎来了一位陌生华人 没人了解这位中国人的过去 对于荷兰本地帮派来说 蔡子民就像是一位天外来客 面无表情 看上去甚至有点木讷 弄不明白是愚蠢还是顽固 完全无法跟他讲道理 黑社会本来就不会讲道理 荷兰本地盘踞着三大帮派 老奸巨华 心狠手辣的意大利黑手党 像潜伏伺机的鳄鱼 强恨彪悍 残忍狡诈的土耳其突厥帮 像随时会发狂的牲口 生猛野蛮 丧家亡命的越南帮 像一群饿了几辈子的猎狗 顺手了得 做事果敢的蔡子民 很快受到唐人街 华人教父中书欣赏 并被认为义子 越南帮 土耳其帮 意大利帮 此时还没想到 他们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特别在白人帮派眼里 懦弱老实的华人 永远不会在欧洲上位 一旦有人冒奸 便会遭到白人围剿 饥不择食的越南帮 抢先动手 越南帮范老大 派人将中书枪杀 企图霸占唐人街 蔡子民带人指导 越南帮老巢 一番枪战中 把越南帮 打了个七荤八素 范老大跳窗逃到闹市 被身高腿长的蔡子民 当街拦住 飞起一脚 戳中范老大心窝 对方惨叫扑地 两个手下跟上 将范老大拖进漏像 一顿乱枪 送给阎王报到 越南帮土崩瓦解 坐稳唐人街老大的蔡子民 一心扩展生意 接着 将目光描向土耳其帮 和意大利帮的 毒品生意 蔡子民一边直奔金三角 拿下火源 一边与突厥帮 黑手党展开 多场街斗激战 先后干掉 突厥帮首领游素福 黑手党头子曼奇尼 打入荷兰药品市场 并建立起 辐射全欧的贸易链条 进账源源不断 赚得盆满钵满 同时 蔡子民开始把欧洲获得的大笔收益 拿来投资香港 80年代中期 蔡子民陆续在香港 开办多家珠宝店 桑拿房 高档菜馆和KTV夜场 并在1988年 与香港14K大佬胡须勇 合伙成立 富翼电影公司 开始 蔡子民生意重心人在荷兰 电影和香港业务 主要由哥哥蔡子健负责 88年 富翼先后推出 冯宝宝 徐少强主演的鬼片 林幻小姐 万子良 刘青云 夜童主演的冒险片 我要逃亡 票房还行 不温不火 89年 富翼推出黑帮片 轰天龙虎会 邀请到 刘德华 刘嘉玲 领衔主演 第一次在香港影坛 引起轰动 因为香港电影界 不仅是熟人江湖 而且演员资源 已经被佳和 永胜 吴县 邵氏 等几大公司瓜分 因为影视合约 及不便言说的关系绑架 已经形成非常牢固的 利益联盟 像刘德华 刘嘉玲这样的明星头牌 一般公司绝不可能请到 李称 蔡子明介入了 邀请刘德华 刘嘉玲的过程 两人是被绑架到荷兰 拍轰天龙虎会 不过刘德华 刘嘉玲又说 两人并没有受到威胁 李兹也说 蔡子明对演员和气爽快 并且一次性先赴片酬 轰天龙虎会上映后 票房过千万 蔡子明很感兴趣 将欧洲生意 交给哥哥蔡子健 自己专一来香港做电影 准备在电影界大展宏图 同时亮剑 我要 只要开出条件不过分 都会给出合理报酬 只谈生意 不像演员射套玩心机 对黑的来黑的 对白的正常讲话 麻烦我来解决 这无疑是投向 湘江电影界的一颗深水炸弹 将过去湘江影业 以各种见不得光的方式 对演员进行隐形绑架的手段 放上烤炉 那是一个庞大臃肿的体系 有着复杂的利益勾连 各种势力各个环节 都要进来分一杯羹 蔡子明要跳出体系 直接越过各种中间商 不仅制作发行都自己搞 而且直接对接明星演员 演员要在电影江湖 另立江山 1991年 蔡子明投入900万美金 请到尊龙在上海拍摄的电影 上海1920 当时的900万美金 放到香港都是无人匹敌的大手笔 都知道 蔡子明有国际团队 资金实力雄厚 海内外关系深厚 却对他的背景经历 鲜有了解 蔡子明成了谁都不敢 轻易招惹的神秘大亨 江湖传闻风起云涌 同年 蔡子明请到知名电影人舒淇 成立发行公司 自己做发行 陆局德宝 新一城 永胜 嘉禾 银河等主导的发行市场 并且强力执行 说干就干 从不迟疑 也不会将时间浪费在 酒桌 KTV这种无效社交上 蔡子明这艘冰山战舰 开始驶入深水区 91年 李连杰深陷与罗大卫 还有嘉禾公司的纠纷 罗大卫狡猾无赖 罗大卫母亲是嘉禾股东 嘉禾创始人周文怀的 红颜知己 曾从少事手中 抢走李小龙 又从罗大卫父亲 罗维手里 抢走李连杰 黑白两道通知 李连杰被逼得走投无路 又无可奈何 蔡子明挺身而出 几个回合将嘉禾 打得措手不挤 嘉禾派出香港电影教父 之称的吴思远 与蔡子明五轮谈判 依旧没捞到任何便宜 蔡子明不仅帮李连杰 拿到嘉禾脱签的报酬 而且帮李连杰 摆脱了嘉禾的合约陷阱 李连杰与蔡子明 在一起相谈甚欢 两人都是在香港的内地人 不是少年 便远赴海外打拼 同样历经坎坷艰难 对理想坚持无悔 一样热爱电影视野 并且怀抱雄心壮志 共同憧憬盘化着 未来的美好蓝图 4月15号半 蔡子明先后与杨子琼 李连杰彻夜交谈 商讨新电影《新龙门客栈》 走的时候 还拍了拍李连杰肩膀 安心把嘉禾最后两天的片子拍完 我们的《新龙门客栈》 就可以动工了 与李连杰在一起的日子里 一向不言狗笑的蔡子明 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李连杰在杨岚的采访中 也称那是一段有梦的日子 据蔡子明的发行伙伴书奇奖 彼时蔡子明手中计划颇多 愁愁满至 不仅有李连杰的《新龙门客栈》 方世玉还打算找陈凯歌拍《金平梅》 并且联系到史太龙与李连杰一起出演 国际化脚步也在有条部分进行中 蔡子明的合伙人胡须勇 曾劝他注意安全 江湖难测 最好戴上保镖 蔡子明说自己行走江湖十多年 在野人横行 猛人如铃 更加险恶的欧洲都安然无恙 早已见惯了各种紧急情况 应付湘江帮派不在话下 舒奇说蔡子明身上 有一种特别强大的气场 再危险混乱的情况 白脸上从来一副面无表情 像极了《虎侠小说》中讲的 神勇者面色不变 但他不知道的是 在竞争李连杰中 一败涂地的罗大卫 一直在密谋报复自己 他拉上江湖上有名的疯狗 金颖安成员陈志明 持枪到蔡子明电影公司挑衅 双方相约到九龙富豪酒店讲述 陈志明 蔡子明当场互相枪顶脑袋 信有胡须勇将两人劝阻 陈志明骂骂咧咧地离开 蔡子明也着手找人做掉陈志明 可惜蔡子明太过自信 没有加强安全防护 出行依然独来独往 4月16号早上 两名扮成保安的枪手 在复役电影公司门口 对蔡子明连开酒枪 当场身亡 当天上午11点40分 李连杰就接到了被告知 蔡子明被枪杀身亡的电话 彼时 李连杰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他整个人都待住了 连电话也挂不好 重复了三次 才把电话放回原位 蔡子明被枪杀 在香港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李连杰则在蔡子明身亡的第二天 向警方申请了保护 那段时间 每天有9位警察对他实施保护 而他也不在家住了 他在酒店住了9个月 也是在蔡子明去世的第二天 港媒接到了一个 自称杀手的男子的电话 这名男子说他是内地杀手 受聘于一位香港的电影监制 以100万港币刺杀蔡子明 但事后只得50万 他因此感到心中不平 所以要揭发此事 不过警方从枪手 所用枪支和刑事方法上判断 猜测是外国杀手所为 如今对于蔡子明的死 有两种说法 一种认为蔡子明是荷兰的黑帮分子 与人结仇 被仇家赶到香港枪杀 一种说法是因为 他替李连杰出头 得罪了一些圈内大佬 但有一个事实 是不管是成龙还是李连杰 他们都知道凶手是谁 但是他们不能说 因为会连累到其他人 至于枪手 为何没有枪杀李连杰 原因也很简单 很多年后 李连杰接受媒体的采访 他说 如果一个老母鸡会下蛋 大家要的是蛋 是不会把鸡干掉的 如果鸡死掉 没有蛋 大家都没有好处 随着蔡子明离去 他名下的商业帝国 骤然轰然崩塌 留下满目狼藉的遍地残缘 被第二天早上的暴雨冲刷的 一干二净 曾经的辉煌与留下的遗憾 都被卷进滚滚浪涛 然后荡然无踪 就像一座冰川 在热带的海洋突然沉没 就像一座冰川 气温陡然回升时 在高原永远消失 而大海深处 隐藏的冰山岸角 只能在百年后 得以露出真容片刻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我下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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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给辉软